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 中共党内派系斗争仍然没有停止 以中共元老陈云为首的保守派 主张走计划经济的路线 与支持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邓小平之间 存在着严重的路线分歧 局外人江泽民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 甚至一度趋于保守 与此同时 他全面改革国家宣传机器 向全国人民传递出自己的信息 那就是争取更大民主的运动 在未来绝对是禁止的 另外一边 邓小平却在担心改革的步子放缓 甚至是停滞 开始对江泽民的执政方式表示怀疑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过程当中 一边参观一边表态 走到珠海 他召开了一个由两位军委副主席 参加的军事会议 会议上邓小平并没有谈军事 反而强调谁不改革 谁就下台 用这样的方式直接喊话向江泽民施压 感受到这股压力的江泽民 为了保住自己的龙椅 当即决定全力支持新的经济改革方案 在此之后 中央控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复存在 中国开始实施 在政府严格管控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从江泽民政治生涯的记录来看 它有明显的投机主义色彩 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墙头草 1993年江泽民正式就任中国国家主席 成为即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三项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国领导人 到1997年2月 邓小平去世的时候 江泽民已经有足够的时间站稳脚跟 并且在许多重要的岗位安插了来自上海的亲信 其中就包括日后成为中国政府总理的 朱镕基和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等人 从而拥有了更多政策决定权和主导权 在江泽民担任上海书记的时候 朱镕基曾担任上海市长 二人在魏时期经济改革成为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领域 包括改革国企 放松汇率管制 放开房地产市场 实施分税制 加入世贸组织等重大议题 90年代末 政府关闭了数万家规模较小 不盈利的国企 导致数千万员工被迫下岗 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打破铁饭碗 这一时期 住房也从国家分配全面转向私有制 为中国以后的商配房建设和购置热潮铺平了道路 江泽民还决定让中国加入WTO 但这势必会遭遇国有工农业界强大游说团体的阻力 但江泽民强力将反对之声压了下去 这场政治冒险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入市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 并且让中国迈入了又一个快速增长的十年 外商投资大量涌入 推动中国发展出世界级的制造业 中国的变化和急速增长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新生中产阶级开始站稳脚跟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也成螺旋式上升 下杠工人和因城镇发展失去土地的农民 在这期间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社会骚动之时 江泽民以强硬甚至是残酷的方式 维持着中共对政治权力的掌控 1998年政府逮捕了中国民主党的数十名成员 彻底摧毁了政治活动人士创立的这一新组织 在作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之后 江泽民也开始塑造自己的威信与权威 试图追随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步伐 建立个人崇拜 确保他在党内的地位不会受到他人的挑战与冲击 六四之后一些保守派的元老在军队内还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力 江泽民毫无军方背景 但随着这些元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他开始慢慢掌握了对军队的控制 与他的前任一样 江泽民也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提炼出自己的理论思想 并且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 江泽民把自己的政治理论提升到了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相同的高度 希望以此实现永垂不朽 他提出三个代表思想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并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有学者认为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并没有摆脱他技术官僚的局限性 没有从理论层面上有突破性的升华和提高 作为政治遗产显得十分薄弱 与此同时 他也以铁腕手段镇压国内异议人士打压法轮功组织 对台湾持强硬立场导致第三次台海危机的爆发 批评者认为说江泽民无意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使得中共不断走向专制 其中打击法轮功给江泽民的人权记录留下了极有争议的一笔 法轮功为李洪志提出的一种弃功修炼法 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迅速崛起 吸引了数千万人加入该组织 也逐渐引起了中共的注意 1996年中共宣传机器光明日报宣称 法轮功为封建迷信 引发中国各地法轮功学院的不满 并开始针对批评法轮功的机构进行示威抗议 1999年4月 1万多名法轮功成员在北京中南海前举行和平示威 抗议当局逮捕他们的几名领袖 自此中国开始大规模镇压法轮功活动 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 官方媒体也将法轮功组织描述为 宣扬封建迷信 误导群众 危害社会稳定的组织 但法轮功成员则坚称 他们是奉公守法的和平组织 通过静坐和练习气功 强慎健体 根据罗伯特劳伦斯库恩2005年出版的江泽民传记 当时江泽民曾大声质问说 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 我们的公安部门在哪里 我们的安全部门又在哪里 法轮功成员众多 且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无疑会让十年前刚刚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的中共政权感到威胁 中共对法轮功的取缔可以说是赶尽杀绝 涉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仅1999年至2000年的一年时间之内 就有数百万学员受禁令影响 退出了组织 有超过3万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逮捕 中国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压在今天还一直在持续 江泽民在确保自己国内的稳定地位之后 试图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且十分乐于利用自己的知识与背景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 六四之后 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制裁与封锁 但修复中美关系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至关重要 江泽民曾多次提到对中美关系的原则是 增加信任 减少麻烦 发展合作 不搞对抗 并且在任期间他曾多次访问美国 促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深化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 即便如此 江泽民主政时期 中美关系还是经历了多次惊险的摩擦和冲突 1995年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 成为台美断交17年以来首位访美的台湾最高层官员 作为回应当时解放军与台湾海峡连续数月进行军事演习 发射导弹 引发台海危机 最终在美国只派两艘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的震慑下 局势才稳定了下来 1999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轰炸南联盟的行动当中 五颗卫星制导导弹击中了中国大使馆 导致三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 虽然其中一枚导弹是从烟囱直接插入建筑物之内 克林顿政府却一直解释说这是物诈 但是江泽民拒绝这个说法 中国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随后也爆发针对美国的大规模示威 当时正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际 表面上江泽民对这种爱国示威表示支持 但最终他还是要求各级干部要坚决避免民众出现过激的行为 最终没有导致美国人在此次抗议当中死去 中美双方也达成了所谓的赔偿协议 2001年一架美国侦察机和一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相撞 中方飞行员丧生 美方机组人员随后被关押在海南岛 而每次危机当中 江泽民最初都采取了最强硬的立场 安抚民心 一旦确保自己在国内证据当中安全无余 他就马上开始着手修复与美国的关系 在他的一系列出访当中 他凭借强烈的个人风格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比如在1996年与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 在菲律宾总统拉莫斯的游艇之上 两位领导人共同演唱了《猫王》的歌曲 温柔的《爱着我》 还翩翩起舞 他曾在访问美国时自信的唱起京剧 弹奏吉他 与采访过邓小平的美国记者华莱士 用英文谈笑风生 2000年8月 江泽民在接受美国知名记者华莱士的访问前 曾经承诺说 不限制时间 不限制问题 采访持续了近4个小时 有官员向江泽民表达了担心 但是江泽民却回答说 应该遵守承诺 让他尽管问 当年12月 在澳门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上 江泽民专门提到了新闻自由 他说 现代社会传媒对人们的影响很大 这就要求传媒不仅要注重新闻自由 而且也要注重社会责任 他也曾罕见的公开发怒 同样是在2000年 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张宝华 在记者会上就行政长官董建华连任的问题 向江泽民发问 我感觉你们新闻节还要学习一个 你们非常学习西方这套的魅力 你们毕竟还too young 明白这个意思吧 我告诉你们我是神经百战了 见识多了 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 媒体他们 你们要知道 美国的华莱斯 那逼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给他谈笑风生 是说媒体啊 那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自受嘴铃 我给你们着急啊 真的 你们进入 我以为 你们有一个好 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 你们比其他的西方记得 跑得还 但是呢 问来问去的问题啊 都too simple sometimes like if 懂了没有 那这样就行 知道了 我很抱歉 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 给你们讲讲 我不是行文工作者 但是我见的太多了 我有这个必要 告诉你们一点 人生的经验 但是能不能说一下 为什么 这不同意吗 我刚才我很想啊 就我每次碰到你们 我就叫 总会一句话叫 闷声大发财 我就什么话 就是最好的 但是我想 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啊 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所以你刚才你一定要 在宣传上 将来如果你们报道上 有偏差你们要负责 我没有说要清定 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但是你问 你一定要别的要问我 董先生支持不支持 我们不支持他 他现在当特首 我们怎么能不支持他说 但是如果说连任呢 连任要按照香港的法律 对不对 张宝华回忆说 看到江泽民表情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江泽民真的生气了 比起前几代领导人 江泽民的个人色彩特别强 一来是因为江泽民自己的性格 另一方面也证明江泽民真的掌权了 所以他才敢肆无忌惮的表现自己的真性情 从2002年开始 江泽民开始将权力移交给继任者胡锦涛 他先是把中共总书记的职位交给了胡锦涛 随后胡锦涛在2003年接任国家主席 2004年9月江泽民交出他的最后一个重要职位 也就是掌管军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位 从此江泽民全面退出核心政治舞台 很少公开露面 但外界也普遍认为 即便是胡锦涛的时代 江泽民仍然是幕后操控中国政局的绝对人物 中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党内人士则说 江泽民的这些操作牵制了胡锦涛 使得领导层达成共识更加困难 从而加剧了经济失衡 环境恶化和政治腐败 胡锦涛后来在退休时决定一次性卸下所有的职务 将领导工作全权交给习近平 给予了习近平不受前任领导影响的绝对权利 在习近平时代 伴随着习近平的铁腕与集权手段不断加强 年迈的江泽民也愈假低调 但是在网络世界上 江泽民却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化象征 摩哈文化 他的粗边方片大眼镜 腰带提到肚脐以上 以及大肚男的外貌特点 曾被批评者嘲讽为蛤蟆 但是在中国的年轻人中间 却引发了摩哈现象 这群年轻人自称是哈粉或是魔法师 他们喜欢转发江泽民的经典语录 以及使用他的表情包 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发出之后 中国社交媒体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但依然出现了大范围的悼念活动 网民也从各个方面分析江泽民的政治遗产 并表达了对他和他所在时代的怀念 有网友用歌曲可惜不是你来讽刺 去世的为什么不是习近平 有学者说如果江泽民在十年前去世 怎么也不会有人怀念他 但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主政的十年对比 才产生了对上一个时代的怀念 网络的悼念之所以可以大量传播 一方面是对中共没有形成威胁性 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最近中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 大量针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 对江泽民的追悼在一定程度上 被官方认为是消解民怨的出气口